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度来到你们当中 跟你们一同敬拜神 一同来分享神的话 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叫遇见慈爱的神 整篇信息在讲到雅各遇见的神 换句话说他经历神的真实的存在 神跟他紧密的存在 我觉得这很重要 今天如果教会要复兴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混乱 如果我们基督徒要能够活出一个很有朝气 很喜乐很有盼望 并且能够有勇气的在这个世界 活出有意义的生命被上帝使用 我们必须常常经历神 好 那我就首先再把这段经文背景介绍 这个已经有了 稍微介绍这段经文的背景 那大概两个月前吧 一个月我忘了 我们讲到一个长子的祝福 对不对 渴望上帝的祝福 这段经文是跟着那二十七章来的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二十七章 雅各那里他渴望父亲的祝福 他其实也是渴望上帝的祝福 所以他欺骗他的父亲 半成是他哥哥以嫂 在哥父亲年老 本来要祝福长子的结果 他装着是哥哥以嫂 烧着也是他父亲喜爱吃的野味 身上还穿着动物的毛 颈子也盖着动物的毛 因为他本来是光滑的 他哥哥是有毛的 结果他骗去了这个祝福 那这个祝福之后 当然后果就来了 当一个人患错 当一个人跌倒 那个后果就来了 以嫂就开始想追杀他 所以他的母亲立百家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本来是要把这个祝福给 他的哥哥以嫂的 但我们记得上一次 他哥哥终于顺服上帝的旨意了 因为他在怀 他的母亲怀胎的时候 身先知已经告诉他们夫妇说 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他父亲也赶快就打发雅各 往哈兰地 往哈兰地 哈兰地就是今天 土耳其一带叙利亚的交界 北边一点 加兰地的北边一点 到那边避难 还要到他立百家的哥哥 拉班那里避难 那这段经文就在记载这个经验 那个雅各 这段经文终于遇见神 这个遇见神使得 他整个灵性有一个转机 使得他认识神有一个转机 我个人认为雅各这时候还没有重生 你们知道吗 雅各虽然是生在一个基督徒 我们今天叫基督徒 那时候叫做神的选民 以色列的家庭 他从小可能也听过他爸爸妈妈跟他讲 我们信的是耶和华 我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 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 因为上帝要呼召我们 成为他的见证 要我们到一个地方 紧紧地信靠他 跟随他 上帝就会使用我们 上帝会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家族越来人越多 但也要借着我们使世上的人的蒙福 借着是他亚伯拉罕一个后裔 也就是我们知道后来 亚伯拉罕的弥赛亚的后裔 有一个弥赛亚来到世上 使世人终于认识神 归向神 从罪里得拯救 从死里等拯救 从这个世界的苦难得拯救 哇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使用啊 雅各这时候 根本不认识 他根本把 连他父亲都不 我都不觉得灵性很活泼 但是这次遇见神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要从三方面来讲 遇见神的时机 遇见神的经历 常常是怎么样的 然后遇见神的重要 我们看看 第一个 遇见神的处境 遇见神的处境 常常是在人 黑暗 处在心灵黑暗 有挫折 有逆境的时候 顺利的人 常常很难 找到神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虽然很顺利 但我们愿意相信他 来跟随他 但我们如果回想他的时候 我们当初信他的时候 也是常常很多人 经历一段黑暗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 我可以说百分之七十 都是他的人生 碰到一种挫折 或人生一种困惑 一种困难 那时候他终于 能够开始去思想 开始谦卑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作者摩西 怎么描写 雅各怎么遇见 他说到了一个地方 他从他家里 要往哈兰 到了一个地方 你看这个作者的描写 这个地方其实 摩西知道叫路斯 我们刚刚读经文 后面是不是叫路斯 对不对 雅各遇见神之后 把他改名叫做 伯特利神的家 但摩西故意不写说 到了路斯 反而直接不 他用一种描写心境 到了一个地方 代表他真的是前途 到哪里去都不晓得 前途茫茫 你想想看看 从前在家里有母亲的爱 有父亲的供应 现在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前面有盗贼的风险 有居无定所的风险 甚至到这个地方 他都还不知道 到底我到哪里 什么时候会到我 我的舅舅家 你看他这个心灵的黑暗 太阳落了 写得这么仔细 太阳落了 代表黑暗就临到了 黑暗临到了 一个人就惧怕起来了 对不对 黑暗在古代的时候 不像现在路灯很多 一黑起来 整个都看不到人 再晃了一个 简直是心中惧怕 什么时候强盗来强力 他就在那里住宿 然后他描写说 他拿一块石头当枕头 你可以看雅各大概很急忙地逃走 他父亲知道这个以少生住 可以赶快打 走啊走啊 妈妈保留走啊 没有给他准备多少啊 用枕头 用石头当枕头 随便也有一个背包当枕头 软一点嘛 对不对 如果他背包装的东西 衣服多一点 这个瘦的食物多一点 可以躺着 怎么会用石头硬邦邦的呢 这代表他带的东西很少 物质迁乏 是不是 他就躺卧睡着了 所以我们看到 归纳一下 心灵的黑暗 对雅各更可怕 前途未知 这是身体的 黑暗 危险也是身体的 物质缺 但心灵力更是 充满着罪恶感 充满着没有盼望 充满着孤单 惧怕 这是雅各的光景 感谢神 出于上帝的恩典 神主动就来找他 我们常常讲遇见神 我们只是在准备 我们一个心里的土 心土的土 一个人心如果感应很难 上帝来找他 他也没有办法 一个人如果不谦卑 上帝来找他也没有办法 一个人如果常常很顺利 因此就觉得自己很心 很信靠自己 那也很难遇见神 即使上帝要找他 所以你看没有 弟兄姐妹 这时候雅各开始惧怕 有困难的 所以神从天而降 我们来看看 12节描写的很有意思 摩西作者 梦见 他做梦了 做梦这时候是天使上帝 来跟他讲 看啊 这个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 其实如果你去看原文的系列 有一个动词的那个语是 美好看啊 代表说很惊讶 我等一下要特别解释 这个惊讶对我们遇见神 也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 很惊讶 哎呦 这个梯子其实是一个台阶 是一个很庄严 庄宏 宏伟的台阶 代表你如果你去看这个北京的那个天坛 古代的皇帝要到很高的地方 走那个台阶 要去带领文武百官 要去向天祈求 让我们这个风调雨顺 对不对 我有一次全家 也不是对的全家 我的儿子结婚在葡萄牙结婚 我有一次去 完了又到我去旅行 稍微看 哇那里有一个真的是 盖在那个城市是乡下 我不知道在古代敬拜神的地方 哇那个台阶啊 就很宽很大 就很高啊 我女儿跑上去又跑下了 我已经走不动了 台阶 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古代的人 他们要建巴北塔 记不记得巴北塔 那时候人很骄傲啊 说我们跟神一样 我可以做神要做 我现在要盖个巴北塔 我要到神那边 跟神同样的高 同样的说我跟神一样 我们人有这个能力 你看巴北塔 所以上帝很生气 就变换他们的口音 人就开始不能沟通 就分散 所以雅各看了很大的台阶 台阶怎么有 这个从天到地啊 然后有上帝的使者 在台上去下来 当你讲到上帝的使者 他们旧约都知道 使者乃是为上帝效力 为人效力 上帝要宣告好消息的 古代打仗的时候 如果胜利的时候 拍摄一个信使 因为那时候没有internet 没有wechat 没有messenger 所以要找一个信使 使者骑着马 现在部队还没有回来 到各层各地去宣告 好消息 胜利的好消息 拯救的好消息 中文领导 就这个意思 上帝的使者 上去下来 在雅各 在神之间上去 在向雅各报告的好消息 上帝要祝福你 上帝要帮助你 是这个意思 哇 上帝主动来找雅各 完全是神人点 然后耶和华 竟然还站在梯子上 中文圣经小字 有个站在旁边 完全说 耶和华高高在上 他下来了 下来在梯子上站着 可能跟雅各不太远 他很接近 所以雅各说 然后跟他说 我是耶和华 离主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他的祖父亚伯拉罕 他的父亲以撒 耶和华让雅各说 你现在看到这个人 跟你在就是我 就是我 然后继续讲 我刚才讲 这个我就不讲 然后上帝就应许赐福帮助他 看到没有 借着天使上去下来沟通 在那边宣告上帝的拯救 上帝要赐他盼望 要把他从黑暗 拉出来进入光中 再有信心回转 然后上帝跟他讲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衣 是不是一样的 当初他的祖先亚伯拉罕 从大河那边过来 上帝也是跟亚伯拉罕讲 说你不要再留在你这个 波斯外一带乌尔的地方 向你们家乡文化 不认识神拜偶像 我要带领你 你离开你的家 到我所指示的地方 就是今天以色列在坏地 所以才有以色列这个民族 我要赐地给你 所以今天以色列就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对雅各重生 对他们这个民族的祝福 你的后衣 闭向地上的沙土 那样的多 沉沙那样的多 果然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只是一个人 带着几个孩子 哥哥弟弟出来 今天以色列人到处都是 还占你那个地方 地上万族 避难你的后衣得福 上帝跟亚伯拉罕 有一天上帝都要借着你的一个特别的后衣 这个是单数我讲过 特别的后衣 我们今天知道 从新约圣经 从加拉太书 我们的后衣是单数了 借着亚伯拉罕一个后代 叫弥赛亚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是从亚伯拉罕 世上万族都要借着他 蒙福 当然借着他蒙福 因为借着耶稣基督 人类的罪 东一色门 人类的远离神 在罪的捆绑里头 终于出来 人类对死亡的阴影 没有盼望 终于出来 人类之间 整个世界因为罪的存在 那个劳苦 那个苦难 那个哀哭 最后上帝 虽然今天没有完全实现 但上帝有一天 要完全把这个赶走 所以要借着这个弥赛亚 而上帝这时候 也跟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讲 为什么要跟他讲 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得到长子 关键说以后 弥赛亚也要从 亚伯拉罕出来 你看 一个罪人 一个不配的人 一个甚至于 竟然骗哥哥 骗父亲 但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不配 上帝竟然使用他 两个月前我讲过 上帝要让人看到他恩典 他看到他可以借着他 混土成金 好叫世人都知道 神是美好的 神是可以接纳所有的人 不管我天生背景 多么不好 我有什么罪 上帝都可以让我重新再来 感谢神 信耶稣多么的美好 所以神重新 所以这个上帝这里 跟他讲的就是 还有的 我要跟你同在 要不管你到哪里 我要保佑你 要领你回到这个迦南地 因为这个地是我要赐给你的 你的泪嘴 你的 不问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我们 后来我们看圣经 果然亚哥是回来了 我们知道亚哥 后来到他母舅拉班那里 他有很多困难 这一次灵犬神 他灵性有一点点突破 不能只有一次 我们基督徒认识神 不能只是知识 我们要常常有这种 经历到上帝同在 或者上帝reality的时辰 不能只是脑筋知识 亚哥以后还要不断地长进的 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会看 所以上帝果然一路地 跟他同在 管教他 保护他 最后他终于回到这个迦南地 并且他后遗真的是很多 所以亚哥 我们想看看 经历神是这么重要 要是亚哥不是有这一次 我想他没有机会了 他没有机会了 他离开家什么都没有 他得罪了他的哥哥 他前面前途 他也不认识神 他没有一个上帝 他心中感化他 他可能一直就活在最终 这个人就没了 你看到没有 基督徒一样 非基督徒 还没有信的朋友 我怕不得有一天你借着听到 借着跟弟兄姐妹的来往 你可以慢慢体会到 哎呀这个圣经 那就是你遇见神的时候 因为圣经是神末世的 你就开始 这个有道理 就是上帝在跟你讲话 非常的重要 经历神是在心灵黑暗的时候 圣经很多这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们都知道摩西吧 对不对 摩西 摩西怎么经理神 他从小啊 家庭背景很棒啊 王子 准备继承法老的 对不对 你看 家四万贯的 结果有一天他大出热心了 因为他本来是犹太人 被领养到埃及 去当王子去嘛 当那个 法老女儿的儿子 所以他看到 这个埃及人 怎么欺负我的同胞啊 看到我的同胞 怎么自己还打架 因为那时候 以色列人是埃及 寄居 怎么比起大家不合作 他气起来就杀死那个埃及人 他气起来就做和射佬 你看他多么的有勇 但是他靠皮肤之勇 不是靠上帝的能力 所以他这下是失败了 很惨啊 他跑到那个旷野 对不对 当什么样啊 牧羊人 一当当四十年了 突然有一天 他在心里 觉得我这一生完了 我为什么做那个错事啊 我本来很好啊 我本来前途无量啊 怎么我变成一个牧羊人啊 突然之间 上帝让他看到他了 他在旷野看到什么 荆棘的火不惜美 然后上帝就 你看那时候 他就可以开始有好奇心 他开始有谦卑探讨 为什么荆棘杀不完啊 所以他终于领会到上帝 他跟他讲话 他开始又有信心的 他终于最后回到 以色列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回到迦南地 是不是 看到没有 好 经历神的经历 通常怎么样 通常呢 一般 我个人也有 我看到很多基督 圣经也有 第一个呢 他的思想模式 paradigm 英文叫一个paradigm 思考模式会受到冲击 你看 雅各 睡醒的说 耶和华 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他思想模式 会受到冲击了 按照他的脑筋 神是高高在上啊 我们一般人 哪里神会在我旁边啊 神怎么看得见啊 神怎么会在 得到这个地方 不会 我们都觉得神 你看一般人最多 自然神论的人 相信这个世界呢 是有一个创造者 但他们认为说 上帝怎么会管理这个宇宙 上帝创造之后 他就高高在上了 怎么会介入这个 我们的生活 介入这个宇宙 介入历史 哇 除非有一天 你也从圣经 也从自己经历 上帝真的可以在 你的生活里 得帮助你 可以冲击你 所以雅各 思想模式 受到冲击 我竟不知道 跟以前想法完全不同 他继续讲 句话说 这地方何等可谓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天的门 一般人认为 神的殿 神的家就在 天堂嘛 对不对 怎么会天堂在地上呢 怎么会天堂在地上呢 怎么样进入 神家的门 就在我旁边 可以进去跟神见面呢 我以为我要爬着台阶很高很高 高到一个像八培台 我才可以到神的天堂 我才可以在那里跟神说 神啊你看我们多伟大 我们可以自己盖这么高的塔 我们什么事都能做 你看他一下子整个思想 受到冲击了 摩西也是嘛 摩西看到什么一个现象 荆棘的火烧不停 奇怪哦 沙漠很干的嘛 一个干燥的荆棘 如果不小心打了萤火 一下子就烧完了嘛 又没有人在那边把它加油 也没有人继续这点 或者是把再扫进去 怎么一直烧 他一开始这不可能不可能 他受到冲击 好 他开始有个好奇心 我要上前看看 朋友们 如果你发觉 跟你平常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你必须上前看看 你如果看到教会 弟兄姐妹信耶稣 有改变 你读一个圣经 发觉这个有一点道理 你要去看看 上礼拜我回 我以前母会敬拜 有一个弟兄 他做见证 他很不错的 台大电机系 来美国很顺利 很顺利的时候 他在2008年 2008年是我们美国的crash 他整个失业找不到工作 他整个人在黑暗里头 开始才能够谦卑 要不然之前有人带他去教会 读圣经 他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说 耶稣一致一个瞎子 让他可以看得见 然后那些抵挡耶稣的人 就骂耶稣 说你是鬼 然后耶稣最后跟他们讲这些 不信他的人 抵挡他人 他说 我要叫你自以为看得见了 反而看不见 我要叫你 看不见了 反而看得见 本来看得见 反而是瞎了 他觉得是什么话吗 他一直就抵挡不信了 那个事业他开始心灵一样 他开始再回去一个人家 突然之间他领悟了 他领悟了 他整个人被转变过来信了耶稣 从此以后他开始 我没想到去年他跟我打电话 牧师我要上神学院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介绍 那当然好嘛 任何一个人去神学院 只要不是强盗我都帮他写介绍 只要他悔改才会记住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思想受到冲击 我们日常生活也一样 好比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混乱 对不对 这个世界你看现在 这个乌俄战争了 真的面临这个核子战争的阴影 美国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经济 那真的是很危险 这个疫情一直没办法控制 我们不知道 一个基督徒可能你很幽暗 你觉得我信耶稣有用吗 为什么上帝做个事 我想法受到冲击 为什么上帝会做 上帝你不是很棒 为什么让世界这么糟糕 有一次师母还想 为什么让基督徒不能到教会聚会 你不是他们信耶稣吗 为什么现在教会都关起来 那你说怎么传福音呢 后来我跟师母讲一句话 他思考谋事受到我的冲击 他终于接受了 我跟他讲说 说比如上帝这时候在赛 在赛麦子 像耶稣讲的 把那个真正的跟不真正的分开 然后他借着我们今天走上诗课 他让我们真正的更受够事劣 更细心更像金子那么纯 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那个荣耀那个喜乐 思想模式受到冲击 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奇怪 怎么一个好人 怎么没有升官 那么好 怎么一个坏人 我们说坏人 怎么地位反而比较高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们就算了 就算了就灰心 但如果你去仔细看圣经 你去思想的时候 你会开始受到冲击 你会开始 开始在体会神 也经历神了 所以思考模式受到冲击 模式我刚刚讲过了 还有呢 通常你一劝神 你马上看到上帝的圣洁 跟他的无比慈爱 什么叫圣洁 就是完全不同 圣洁这个字呢 不只是说没有罪 没有罪神 没有污秘 圣洁代表特别分出来高高 完全跟你们不一样 里面世人都有一点瑕疵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完全 有瑕疵 上帝是完全的perfect 完全的无罪 完全的荣耀 完全的能力高高在上 我们人都达不到的 我们在他身上会谦卑的 所以遇见神的人会有一个谦卑 发觉上帝完全不同 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实在是太糟糕 他误会了 你看雅各就惧怕说 这帝王何等可畏 是不是 他看到上帝在那 我们都看到救援都知道 人都知道自己没有完全 他们知道上帝是完全的圣洁 完全的高于人 完全的没有瑕疵 完全的能力 所以人看到他 事实上在救援的时候 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看到上帝 就会死定了 就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污秽跟完全没有污秽的在一起 那个污秽就被融化 碰到光黑暗就没了 所以很怕的 人不敢怕神 只能借着 多数点看神 所以他惧怕 遇见神 知道上帝的圣洁 然后他讲这是神的 神家在这里 来到神面前的门 进入神的门 也在这里 我马上就看到我怕死了 你看他惧怕 但是同时他也经历到上帝的慈爱 上帝赐福他 给他应许 你是不行的 你是罪人 但是我仍然要使用你当长子 你有你特别的地方 我要使用你 我要改变你 让你能够成为 这一生不是好像 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并且是跟人一样的 可接纳的 你不必有罪恶感 哇 长此的祝福 上帝的慈爱 他经历到 我们 遇见神 常常会这样 遇见神 常常会这样 然后 我们看到 雅各 这时候 更认识神了 对不对 跟神亲近一点 其实我们呢 基督徒今天呢 更能够经历神 我敢说 如果我们存着谦卑的心 常常在神面前 默想 看点话 默想 我觉得上帝的灵 常常就会在我们心中 给我们有一点安慰 感化 或提醒 如果我们存着可慕心 来教会敬拜 我相信我们的敬拜 会大家都经历 如果我们教会地中 经历常常 也在神面前 祷告 存着一种可慕神 交给神来祷告 我们也会经历神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 已经把上帝的圣洁慈爱 告诉我们了 我们也亲自看到 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工作 记载在圣经上的 你看 雅各看到那个天梯 使者 上去下来 上帝在他们宣告好消息 福音 我们都知道了嘛 因为这就是上帝 儿子耶稣的工作 耶稣特别指着说 就因为雅各看到那个梯子 其实就是 我还没有到世上来之前的我 你们知道吗 后来他跟我们讲 他在信约 他跟他的门徒直接讲 你们还记不记得 约翰福音 一章46到50 耶稣招门徒 对不对 有彼得 有安德雷 有约翰 雅各 最后招 弗利 拿大约 这两个朋友 弗利先找到耶稣 跟随耶稣了 他马上去找他的好朋友 去找纳旦耶稣说 我们一直在等候那个弥赛亚 旧约记载那个弥赛亚 我找到了 我遇见了 你赶快来看吧 你们知道 拿大约一开始呢 觉得思想受到冲击 他说拿撒勒 耶稣生在拿撒勒 拿撒勒这个地方 是很落后的地方 是那个古代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 是那种外邦人 跟以色列人杂居 很多人都是打鱼的 都是生活条件不好 没有学问的 怎么可能一个君王 弥赛亚很有智慧 创造宇宙神的儿子 要来拯救世人的 怎么可能从拿撒勒出来呢 思想受到冲击 对不对 拿撒勒怎么可以有 什么好东西 怎么可以出先知 结果还是去了 菲利说你来看 你来看 然后呢 还没有到耶稣 过到耶稣说 这个人真以色列 一点心里没有鬼 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 因为他知道 这个拿大约很敬前 他先前也在 一个树下 在那边干什么 不知道 很多姐姐在那边祷告 在那边亲近神 在那边思想神 思想神的话 所以真的是很敬诚 很爱神的 所以耶稣知道 虽然不认识 哎呀 你这个人 这是真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 是神的选民 本来就应该亲近神了 但是很多人 没有这样做 就像我们今天讲 真基督 假基督 你是真以色列人 你心里一点都没有诡诈 因为你信什么 你就真的按照 你所信的去活 哇 这个拿大约受不了 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人啊 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人啊 我还没有看到你 你就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在乌阿古鲁路上 你都看见了 你是不是千里眼啊 你是不是可以看透人心啊 当然这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最伟大的先知 上帝差来指 我可以信了 他马上讲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是以色列的王 我们要等候来拯救我们的王 你看到没有 他找到了 他找到 然后耶稣讲一句更厉害的话 耶稣说 我真实地告诉你 这句话你要记得 死者 你现在看到那个天使 死者在天梯子上 上去下 在人与神之间做一个沟通 你知道吗 那个梯子就是 有一天 要在我身上 耶稣说 我虽然是高高在上 完全圣洁的 跟你们不一样的 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梯子下来 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道成了肉身 风风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因为耶稣成了肉身 成为像那个梯子 人与神之间可以认识 从来没有人认识神 只有借着耶稣人 才可以认识神是怎么样 借着耶稣人的罪得赦免 风风满满的 有恩典 借着耶稣人看到真理 真相 上帝的旨意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 我们需要 也更可能长青历神 感谢主 好 遇见神的重要 当雅各 这次遇见神 我们看他有没有改变 灵性活过来 之前他根本 我们看创世纪 从25章到28章 他从来没有祷告过 他从来没有亲近神过 完全靠着血去 按着自己的自我私欲 偷人家的 抢人家的 骗人家的 而这时候他开始知道祷告 跟神讲话 你看没有 清早起来 把所整的石头 就立作柱子 那就是一个纪念 纪念这个地方 纪念这个地方 我那一天终于看到神 遇见神 交友在上面 代表献祈 献给感恩 然后他还是跟神讲话 学 如果真的与我同在 保佑我 使我平平慢慢回到 我父亲的家 他父亲的家 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你看以前只是脑筋 现在终于把耶和华 当着他的主 他的神 他的生活里完全不一样的 圣经的话 对他来讲 带有很多的甘甜跟权威 他很乐意的爱神跟他 不是指脑筋 他现在真的是亲自的 我要亲自的 把你的话当话 我要亲自的 尽可能的 跟着你的话去行 然后他又立一个柱子为石头 然后他说 我要所赐给我的 我要十分之一献给你 我要把 我知道我以前都靠自己 我知道一切都是你来的 我感恩 我知道我应该 部分用来作为你使用 感谢神 灵性活过来 真的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 我爸爸的 你借着听到 借着查 有一天 你可以认识到神 接受祂 你会重新活过来 就是活过来 如果我们是基督 我们更需要 只有这样 我们在走的道路 才越有信心 我们才越有盼望 才越有力量 胜过苦难 胜过一切的困难 还人生活出 充满早期 我们的教会需要这样 需要这样 我们再讲一个 旧位的 以赛亚 是不是这样 圣经讲到以赛亚 这个 对 以赛亚 旧约六章五到八节 在记载 他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属神的人 他是祭师 也是先知 在圣殿服侍神的 在那个时候 突然他们国家的王 乌西亚王 崩了 一个国王死了 当然很惧怕 领袖没有了 并且那时候 刚好这个犹大国 以赛亚国 他们面对这个 北方的这个 亚述的侵略 他们知道 灭亡就要到 本来就知道 已经快灭亡 现在王更是没有了 先前 乌西亚还带领 他们有一段复兴的 还延迟了几十年 没有灭亡 这下 灭亡 他这个人 真的是很好一个人 但是他没有力量 他惧怕 他突然在敬拜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当我们存在 可慕心 来到什么面前 我们思想的话 全杯来神 可慕他 我们会经历到上帝 话语的真实 在我们神的真实 他突然看到一个景象 很多我不讲 他天使在那边 他突然在祷告 天使好像在那边敬拜神 喊着圣灾 圣灾 天使说上帝啊 你是何等的高 何等的不同 何等的完全 这个全世界都不完全 然后看到上帝的美丽 充满着大地 哇 这下以赛 看到天使 他更是觉得 上帝何得圣洁 我刚才讲的 他看到上帝的不同 就看到人的污秽 他马上看到自己的 签 我没有亡了 我的嘴尘不结 我们没有一个人嘴尘 不犯过罪的 当讲嘴尘不嘴 大概人类的白体的罪恶 都是从嘴尘来的 所以以赛也知道 自己也是罪人 即使他侍奉神很好 他也是罪人 他说我嘴尘不结啊 并且我整个百姓 整个国家都是 嘴尘不结的人民啊 但是呢 马上经历到上帝的慈爱 他看到一个异象啊 撒拉佛一个天使 就拿着碳来 粘在他的口烧 我们都知道 碳就是把污秽的烧掉 天使拿着碳来 把他的口就是 把他的罪通通都除掉 赦免他的罪的意思 哇 他这下子 他经历到无条件的恩典 你看 他开始被上帝的伟大慈爱 真实的经历到 他愿意为神做一切事 在那个国家危机的时候 他听见神说 有谁愿意我去啊 有谁我去啊 在这个被你的百姓里去 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啊 你去传福于人家打死你啊 他说我愿意 请差遣我 我们需要这个 最后我们结论 基督徒要常遇见神 才能活出 活泼喜乐 有力量的信心 为主所用 因为我们都 谦卑的心 常常亲近主 跟在弟兄姐妹 因为上帝的灵在教会 在我们团队 亲近你会经历到神 亚克书说 你若亲近主 主就怎么样 亲近你 你自己要先可慕 你自己都不愿意安静一下 读完甚至安静一下 想想神的话 想想自己 你怎么会亲近 撒离的灵怎么会工作 你自己到教会都只是 也没有一种可慕的心 那你怎么会 你听到没有一种 谦卑可慕 你也不可能经历到他 你若亲近主 主就会自然亲近 并且他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谁 谦卑的人 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世界 今天的世界很难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人类可以解决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我都不晓得 末日什么时候到了 我们更要真的是 谦卑依靠神 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难 国与国之间 你看这个 乌克兰 所有的战 怎么有这么残忍的事 老百姓也要杀 这简直无可离 但你也没有办法 他又有最好的武器 这个世界 人都为自己利益 完全的腐败 只有上帝 是我们应该 我们的最爱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将你的神 同在 甘甜 跟信心 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任的朋友 我求神 祝福你 我求神 光照你 让你真的是 我常常 很多人呢 其实上帝已经 来找他了 心里有一个感动 他常常就 消灭圣灵的感动 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朋友们 上帝的一句话 让你明白 不是偶然 因为是上帝自己 借着他的灵 在你心中 让你领悟的 圣经讲的 你不要消灭 你消灭 你马上又要再等很久的时间 我也不然你说 有多久 上帝会不会再给你机会 但是你早日 谦卑领受耶稣 做神的道路 我相信你可以活着 很喜乐 很有盼望 很有力量 我们第一次来祷告 主啊 我们要谢谢你 今天我们在看到 罪人雅各 再度蒙恩 他本事不配 你赐他长子的福分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都给我们的 不只这样 你还让他 在心灵黑暗的时候 在没有指望的时候 你让他遇见你 让他终于活过来 他灵性活过来 他开始走在 跟随你的道路 虽然我们 从圣经知道 他还不完全 他前面的道路 还有很多的艰险 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跌倒 但我们看到 你真的与他同在 你真的保佑他 你让他一天一天的 成熟 你让他一天的 走在你的道路 到最后 他老年的时候 终会成为一个 开国始祖 他最后终于 儿孙满堂 他最后终于 满怀感恩的 去见你 满怀信心的 去见你 我们真的是看到 上帝你的伟大 我们今天 要在这里 向你感恩 因为我们都已经 是遇见你的人 但是我们当中 若有还没有接受 你做他的救主 神啊 求你的爱 领到他 噢耶稣 你为我们的罪 死在死架上 你已经让我们 看到你的工作 就是因为你的 圣洁公义 你为我们的罪 死 但你也为我们的死 你却我们 代替我们死 得永生 让我们当作 木刀的朋友 能够真正接受 你走在你的道路 承受永生的祝福 今生的祝福 真是我们求神 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 真的是在这个 建堂的时候 在这个往前 要不管是什么光景 我们知道 上帝你要使用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意 主啊 请拆遣我们 让我们教会 成为一个灯塔 让每一个人在这里 都是喜乐 满有信心 满有盼望 满活泼的 来跟随你 成为你的见证 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 感谢祷告 告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